再来玩个大东西 现在有个这样的需求 我希望这个岛 它能够顺着某一条 我们把它站进来 我想让它顺着某一个 样线条来运动 比如说从这个地方慢慢慢慢运动到这里 又从这个地方运动到这里 它可能是一个不规则的线条 比如说像这样子的 一个不规则的线条 让它来运动起来 这个应该怎么来实现呢 好 我们需要引入一个新的东西 时间线加上叫做样条 样条 好 看一下怎么来实现 首先我们找到这个岛 找到这个岛的这个位置 Ctrl 叫 B 然后呢 我们回到这一个南图里面 点创建南图 我们创建一个新的 actor BP 这个称为叫做浮动的浮动岛 浮动岛 进来 进来之后呢 我们找到这 我们再次找到这一个 将这个岛呢 拖到这里 好 这样子呢 就有个大的静态网格体了 我希望这个岛顺着某一个样条 某一个线条来进行运动 好 怎么来实现 我们的添加里面 有一个东西呢 叫做样条组件 样条组件 好 这里有个样条网格体 不是这个东西 是在样条组件 这样条组件 这个时候就会有一条 这个直线 摆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有一点点 我们把它稍微拉长一点 那这样子 点旁边这个点 可以把它拉长 或者是你直接来控制 控制到两线 这样子来拖吧 好 将这个线稍微拉长一点 然后确定这个计程式 可编辑这个地方 然后保存 保存 于是乎我们到 再把这个岛拖到我们场景里面 那我们蓝图里面 刚刚创建的这个浮动岛 把它拖到蓝图里面 往这里走 好 于是乎呢 你就会看到 这个岛带了一根线条 我们把它搬到 靠我们这个主岛 近一点的地方 好 你就会看到这条线条 我希望这个岛怎么来 怎么来动呢 这样子来动 做一个浮线 曲线来 曲线运动 看看怎么来呢 我们选择其中的这一个点 然后进 换成移动 换成移动 把它移动到这个位置 然后再在这个地方再加一个点 我们刚点错了 应该是选这一个点 这个是它的 bassout曲线的那个点 我们选这个点 这个是中间的一个点 大家如果用过钢笔工具 一定都知道 选这个点以后 我们再在这个点上 点右键 这个点要小心一点 线很细 再此处添加一个样条点 好 这个时候有两个点了 当把第二个点往这边拖 这个时候就能够出来一个曲线 这个地方再拖一下 好 就一条曲线过来了 当然这条曲线 你可以做的很复杂 做的很复杂 把这个 往这边拖一点点 这边这个点 这么这个点 我们再往拉一点 好 这样子就一条这样的曲线 我现在希望它能够从这个岛 从这个地方飘飘飘飘飘飘到这来 飘到这来 怎么来完成呢